就是要有肌脂或有肌物 我给你个咖喉多多有肌物 所以一般的 我们大家的错误观念一般拿 就是说有肌物可能就是恐龙的骨头 我们想到的是那一种脊椎动物的骨头 其实那个错不是 最绝的有肌物就像那一种 藻类 那一种不会生物 藻类 而且我们刚讲的有肌物 有肌物不是像那个生物的壳底 贝壳的锡叶锡 不是那一种 我们的有肌物是那一种 像植物的皮 或者是那个藻类 是要那一种碳 所以要有肌脂过多 那如果说这个有肌脂过多 它可能死掉了要先在虎底 或者是海 那这个虎或者是海 经过它慢慢地 第一次年代几百万几千万 把它慢慢地下陷 然后上面开始又堆积了很多层肌物 所以它原本堆积在表面的 那就被深埋 那深埋到可能的深度 温度要高于百度 因为温度要够高 这里有肌肉才会裂结 变成石油跟点燃器 所以它要往下 产生所谓的 big barrier 埋没 那温度达到有够高 温度达到够高 它才会产生石油 好 这边稍微停一下 因为同学很多都快睡着了 那产生石油的时候 我再问各位同学 地下水的流动 一般我们的 在地表 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因为重力的影响 水是从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 但是地下的流体 地下水它是怎么流动的 它是由高压流到低压 就是由深流到浅 还是由浅流到深 如果在深度5公里的地方 掉到这个地方 它才能石油 那石油的话 因为它是密度比水还低 对不对 所以它是 它一般是由高压流到低压 所以各位同学记住一点 在地下水 地下水的流动 它带着石油跟天然气 它是由高压流到低压 所以是由深流到浅 由深流到浅 越深的话 压力越大 越浅的地方 压力越强 所以由高压流到浅 也就是由深流到浅 由深流到浅的时候 如果说 就像一个廣工 这是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如果倒过来 这个倒过来 就像一个廣工倒过来一样 各位想想看 这个石油跟天然气 它在水里面 然后这样 因为它往上流动 如果到这边 是一个倒过来的网坑 然后这边是密 密密的 所以石油天然气到这边以后 就能够被缺毫在里面 然后就跑到 跑到这个下面 那因为石油的天然气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地方 石油的天然气 原本是溶解在水里面 溶解在地下水里面 那后来它越来越多 所以到最后 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向太 就是石油跟天然气 分离出来 所以到最后 这杯子里面 就充满了石油跟天然气 那这个 我是用杯子当作地址的 其实它的面积可能是 几公里 乘几公里 这么大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主油的构造 主油的构造 所以就是像我们这个投影片 右边铁式的 它就是一个油气的构造 它可能 所以油气构造 最简单就是所谓的背鞋 一个背鞋 一个背鞋 背鞋大家都知道了 背鞋构造 好 到这一边 它主要一个钻探 这个可能可以钻到 那这个 所以生油眼 最主要就是要有机质很多 那最主要就是液眼 液眼 因为沙里面布置比较容易 那到最后 这个有机 这个沙里面 要跑到这个 所谓的粗基层 粗基层 那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人来 来问一下粗基层 最主要是什么 什么眼 这里有没有化学系的同学 那有没有 有没有 物理 物理系的同学 或是那个历史系 那可以加分 自动一下 這個回答問題的加分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沒有先舉手再問 有沒有 願意 好 那我就直接講 我的問題是 這個遺棄了以後 到這一邊 如果你是一個地質學家 你要找哪一種演信 都是成績演 哪一種演信才能夠觸及這個實有 那我一個Hint就是說 所有這個實有都觸及在這個空隙當中 也就是說成績演裡面 有哪一種成績演 空隙特多 有沒有來回答 可以加分 有哪一種 沙演 對了 這位同學可以加分 沙演 所以我們就是要找一個沙演的地方 然後去專探 最容易 然後又是一個有構造 有一個構造封閉的地方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 好的 儲己的構造的話 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 深流演也要好 對不對 深流演 第二個 要有構造封閉 有封閉 要有封閉 第三個 要有儲己演 儲己演 儲己演就像那個沙演或是利演 大概這幾個條件 所以說起來很簡單 那其實不簡單 因為碳乾子功率全世界平均幾百百分之二十 就是百分之八十是失敗的 這可能是甚麼 這個有各種的封閉 我剛剛講的最簡單的一種 就是這一種配型 所以這個誰都會 但是你如果找這種所謂的地層封閉 這個就困難了 因為這是看那個沙紙到這邊 界面不見的 所以這個也有封閉 所以有各種封閉 只要記得說背寫封閉是一種 那這個深海現在的話 因為石油越來越少 比較淺附的地方大概都被探灘完畢了 所以剩下深海的地方 比較沒有探灘 所以未來我們探灘的目標都是深海 深海回去 我們來講佳瓦學物 就是我們佑老師剛剛提到的 地調酌 因為我們台灣資源很少 然後在幾年前就發現 台灣好像能在新的外海深水地區 有這個所謂的夾碗水和物 所以就集體大概已經進度了第八年了 那我們做這個已經做了八年了 那是不是叫夾碗水和物 就像這樣子 這個黑的部分是沉積物 是沙子 但白的部分就像冰塊一樣 就像冰塊一樣 所以就像這個也是一樣 白的部分是像冰塊一樣 那其實它是水的結晶 但是這個水的結晶裡面 有夾碗的分子包在裡面 所以叫夾碗跟水 夾碗水和物 它是一個固體 都是固體 那你如果把它憋過的話 欸 你就燃燒了 你就像這樣 這是夾碗水 那這個套水是未來的 假設石油天然氣用完 我們就知道要靠這個人 那這個量的話 是現在所有的 這個石油天然氣加起來 好幾倍 那我們先來看到物理狀態 夾碗水不是到處都有 它是一個溫壓條件 結合好的時候才會有 那舉一個例子 這個縱走是這個壓力 海水有海水的壓力 到地層裡面的時候 它也有壓壓力 所以壓力也有大 那如果把它變成水深 從海床到下面的水深 那再過來 這一個是海水的溫度 海水的溫度 那再過來我們所謂的地溫梯度 從海床以下的話 它的溫度也越高 因為我們這個地球裡面是熱的 因為有放射性的水的溫度 所以越來越熱 所以這個是假設說 現在我的水 是在2.5在海床以下 大概是700公尺的地方 它的溫度大概是比較10度 越來越高 所以這兩個條件 那再過來這一條是什麼 這一條是說 夾碗水的溫存在的 存在的像態 那需要在這種溫度壓力 因為這個底下 這個地方就會有夾碗水 那所以我們就要跟這個的交叉 所以你說這個面積 這一條黑線往右 這一條藍線往左 有交集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是 夾碗水的溫存在的深度 也就是說 在這個深度以上 大概600公尺 水深如果600公尺以上 它不會有夾碗水的溫度 因為它溫度太高了 溫度太高 那如果在這裡 海床以下 大概是 這個是可以是 大概是6700公尺以下 這個地方 地溫太高 所以它也不會形成交叉水 所以交叉水的溫 可以存在這個地區 那因為這個是海水 所以沒有 所以它只能夠從海床以下到 一般水的溫是存在的地方 是水深要深離5、600公尺 然後從海水、海床以下 到海床以下 大概是1次溫100公尺的深入 所以這個地方 就有加碗水溫 那水溫的話 我們有存在兩種環境 一種是在陸地的有共產 就像加拿大或是北京陸近 陸地上 那第二個就是在海裡面 水深至少 深於6、700公尺以下的海床 這兩種 那這個Case是在加拿大的外海 在這個地方看到海床上面 有這個白白的 有 這個水溫有一次 有一個美國的那一種 那個抵脫的漁船 它專門是抵脫的 然後竟然是撈到 一大堆人夾完水溫 就白白像保利用一樣 看到外海床上面 目前發現很多在深海的地方 一大堆 然後這一個是加拿大的一個例子 加拿大 在這個 在這個高高的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一些深海的鑽探 那這個鑽探的話 我們看到說這個高的地方這裡 這個是代表剛才講的那個 剛才我們講 這是海床 海床有些700公尺 有一個牆反射 這個牆反射就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這裡這個深度 我們剛講說這個深度以下 沒有交往水溫 這個深度以上有 那這個水溫 交往水溫是一個固態 那下面的話就是沒有 所以它可能變成氣態 所以上面的話 這一邊它的速度比較高 力度比較大 下面的話速度比較低 力度比較強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物性的一個介面 所以我們如果用反射政策的話 在這邊就看到一個反射 那這個反射跟海床的反射是平行的 所以我們就利用那一個反射 來看測人之道 來看測甲碗水合入的分部 所以把它叫做BSR 就是這一個 所以在這邊有專擠 這邊有專擠 那的確專擠的結果就發現 有專到這個甲碗水拍板這個東西 的確有專到 就像這一個 那我們來看台灣 從台灣的Case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台灣西南外台 這個地方 有看到很多加瓦水合物的徵兆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Case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 因為在一個韓國 我們鄰國 我們亞洲地區 日本跟韓國是非常積極的 韓國 還有印度 這個影片是那個韓國的例子 你看看一些 韓國他們也有專擠喔 你不要專擠取一樣而已嘛 這個真的好棒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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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這個銅把他打開的時候 壓力大 所以你就噴出來 噴出來的時候 這個上面 哇這個還有白白的 這個都是夾碗水的 不是嗎 我幫你拿去燒一下 也補回去 這個真的可以燒了 很神奇 為什麼這個現象叫做解禮 那個解禮如果我們用像泰來看的話 這個解禮如果我們用像泰來看的話 這個解禮如果我們用像泰來看的話